一开始讲三要素的时候 我们说计程用的比较多 我们讲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react中 这个代码是我之前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这个react技术战放大众点评 webVP这个项目的时候 的一个圆满的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 我们定义react组件的时候 都是这样 class,category,extense,react.component 大家看这个形式 以及下面这个constructor里面 这个固托函数里面 通过这个super,translator的这个形式 这只有一个函数,render 我们可以再按其他的组件 定义一个ctlist组件 然后extend 也是这个react的component 这也是一个继承 也是一个构造函数里面 把这两个属性传给 fullate的这个构造函数 super 然后下面定义了两个方法 此类的方法 这是继承了fullate 这个形式基本上是和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people 然后这个students 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说react里面 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 但是我们这儿呢 不可能为了演示这个集成呢 我们把这个react 整个的来再铺开讲一遍 这是不现实的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把react讲完 如果是再讲react的话 那肯定是重新开一门课程 如果是想去详细了解react 怎么做一个大型的项目呢 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 我之前录制的这门课程 里面讲到了很多react 组件化的一些思想的一些应用 我们回到pvt 继承呢 有两点需要注意啊 第一个就是people是负类 公用的 不仅仅服务于students 这个词类 这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们刚才看的react里面 react的component的那个 它是服务于所有的组件的 我们定义所有的组件 都可以去继承react的那个 公共的组件 就是react的那个副组件 对吧 包括这儿也是 people是一个负类 它是一个概括的类 我们可以通过students 来继承批划 我们也可以定一个其他的 比如说什么工人啊 老师啊 这一些子类 都来继承批划这个负类 另外就是继承 可以将公共方法 处理出去提高服用 我们可以把那些 大家公用的东西 都抽出来放在负类中 比如说人都会吃饭 都会说话 我们都把它放在负类中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 所有的子类中挨个定义了 这样的话就会提高服用 减少容易 这是软件设计的一个 特别特别基础 也是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的继承呢 就说到这儿来 因为用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就多啰嗦 那么两句啊 下面我们再讲封装 封装首先要讲三个关键字 就是public protected 还有private 从这个三面意思 大家开始看出 public是开放的 就是发布出去 什么人都能看见 什么人都能拥有 protected就是守保护的 private呢 肯定就是自私的 私有的 public是开放 protected是对子类开放 然后private呢 是对自己开放 就是说这三个关键字啊 我们可以用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于定义属性 咱们之前在讲 明显对象一开始 就是说对象里面 它有属性和方法 对吧 那我们之前在讲 属性和方法的时候 没有说到这种 通过public protected和private这些 那我们这儿就补上 我可以对一个 属性和方法 是public 它就是完全开放的 我也可以对一个 属性和方法 是protected 就是说它可以对子类开放 但是你放出去不行 private只能对自己开放 别人谁访问都不行 这个我说到这儿呢 大家可能会很糊涂 为什么糊涂呢 因为GS里面没有这三个关键字 所以说没有这三个关键字 它就体现不出这个封装特性 至少来说是不能通过 面显对象的方式来体现 这个面显对象的封装 有点绕 就是说它可能也能做封装 但是它做封装呢 它是用其他的方式 用一颗也不能叫歪路子 也不能叫野路子 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简单的 面显对象里面 特别雇用的一种方式来做封装 纯面显对象语言说的封装 就是通过这三个 特别简单的关键字 就来做成了 没有那么多弯来绕 所以ES6还有不支持 所以说我们这儿只能什么呢 我们只能是通过tapscript来演示 tapscript是支持的 它是GS语言的一个超级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Java来演示 也可以通过Csharp来演示 但是那个跨度就比较大了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tapscript来演示 这个比较难读 我们以后就统一读成ts 就是这个tapscript的首字母ts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通过ts来演示 大家看一下 还是之前那个例子 复类批复 然后之前是有name age 还有eatspeak 对吧 然后之前呢 没有上面这三行 就我鼠标在这个三行 这三行是什么呢 就是ts里面 它有定义属性的三行 就是我ts里面 首先要声明三个属性 name age和weight 首先要声明weight就是体重 我在过大下数里面 才能用这个this.name this.age this.weight 就如果我这个地方不去声明 我从这儿直接用 我会报错 这是ts规范的一个地方 就它也是比较千元渣瓦语法 这一点声明 虽然不灵活 但是它很规范 很标准 如果是你的代码写的有问题 一边一边就能报出来 我们其实都是很希望这种方式 但是现在呢 前端的这个环境 还没有发展到这么规范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ts现在在前端 我们也是有点吃不开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拿它来学习而已 大家看一下 我们声明了name age和weight 如果前面什么都不写 默认是什么 默认就是这个public 翻到下一页 name和age 我们写的public 就是name和age 我们公开出去了 protected 体重 这个我们不能公开 对吧 自己的体重 自己知道 就是说我们是受保护的一个属性 它是只对子类公开的 protected就是对子类公开 这样的话我们声明完之后 然后下面的这个方法呀 定义呀 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儿把这个weight写成120了 一个女生是120 那个可是不能公开出去 对吧 男生到5岁 看着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这个weight这个属性呢 已经声明成protected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通过这个students 来继承这个p放 同样的 我们还是要声明两个属性 这个number 咱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就是学号 girlfriend的 就是女朋友 对吧 女朋友是私有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写成private private是私有的 就是只能自己访问 什么子类啊 父类啊 外面都不行 我们声明那个students呢 就是还是写成姓名 年龄和学号 这个地方还是执行suit 这个地方还是执行 this.number 分成number this.girlfriend 分成什么呢 我们就四字写一个名字 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传进来啊 这无所谓啊 让我们写成小例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去执行学习啊 学习study这个方法 就是跟刚才一样的 没有什么问题 get weight这个方法呢 我们alert了 this.weight this.weight 这个东西 是在哪定义的 是不是在负类定义的 因为我们这个students 没有定义weight 是吧 他是在这个people里面定义的 我们网上翻看一下 好 people里面 他其实定义了 protectedweight 对吧 大家看洪框的地方 我们说过 protectedweight 就是说 他只对子类开放 当然 他自己也可以获取啊 当然我们这儿 没演示而已 protected可以自己获取 也可以子类获取 我们看一下 就是从这个students里面 就获取了这个红线 圈写在的地方 画红线的地方 就是this.weight 对吧 这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在测试 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就写成 小名 复制成newstudents 然后姓名 年龄 学校都传进去 然后小名.getweight 这个地方 获取负类的这个weight 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负类的这个weight 我们定义的时候 是protected 它可以对子类开放 对吧 我们再打印小名.girlfriend 这就不行了 我后面要标了 这样编译就会报错 这些编译不通过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过 这个students里面 这个girlfriend 是私有的 私有的就是说 你只能在这里面去用 就像用这个weight一样 你要想在外面去访问 小名这个元素的 或者这个实例的girlfriend 那是不行的 你外人不能知道 我女朋友是谁 对不对 只有我自己能知道 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我们就去演示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肯定要去写 这个typescript 就是ts的代码 没有关系 我们就在这写 写完之后呢 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看这个网址 我们打印一下 这个网址 就是这个typescript long long就是language的意思 就是语言的意思 typescriptlong.org 然后play 大家可以手动打印一下 这个网址 去这个地址呢 我们把它粘在这来 当然它这儿默然有一个例子 我们等会就会删掉啊 把它粘在这儿来 然后它右侧就会出来结果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写 然后class p跑 这会儿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儿考过来 就之前的这个 复类啊 子类啊 我们可以直接考过来 考过来之后 我们稍微改一下就行 节省时间 根据PPT里面讲的啊 ts的规范 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个 list name list age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声明一下 声明一个name 声明一个age 这个地方如果不写的话呢 它默认其实是一个public的 这儿就不写了 但是我们要声明一个什么呢 声明一个weight weight呢 我们就需要声明成一个protected 就是说把护的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有了name 有了age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list .weight 给它写成一个数 list.weight 复制成120 120斤还是120公斤 咱们这儿就不管了 我们写一下 说把护的属性 只有自己或者子类 可以访问 自己访问 自立访问 这儿演示的就是自己访问吧 它在自己的coach 里面可以去给它 已经复制 对吧 这可以自己访问 然后子类也可以访问 不保存了 我们就直接通常写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students里面呢 我们还是需要声明一下 这个number 我们这儿用到这个number了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 pbt里面写的这个girlfriend girlfriend呢 我们要写成这个private的形式 这个list.number 这儿已经有了 我们就直接list.girlfriend 复制成什么呢 复制成小力 我们就写一个名字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get weight 就我们要演示什么呢 我们要演示一下子类里面 去获取复类的这个protected 这个数宝后的这个属性 OK 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一个测试 let小名分辞成newstudents 然后姓名 小名 年龄 10岁 学号A1 好 然后执行这个小名.get weight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拷贝一下 全部拷贝一下 我们粘到这儿来 大家看 我们粘到这儿来 粘到这儿来呢 它出来结果 没有报错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get weight里面 去获取this.weight 这是OK的 这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再做一个测试 就是执行alert 这个什么呢 小名的girlfriend 好我们就直接拷贝最后一行 然后到这个地方粘上 大家看一下 好大家看这个地方 它下面出来这个波浪线了 我们放上之后 它提示什么呢 提示这个girlfriend 是一个私有的 并且呢 只能在students 这个class里面去访问 不能再往往访问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它这个编译是报错的 通过这个我们就演示了什么呢 我们先注视点 演示了这个private 这个属性 不能在外面去访问 只能自己访问 以及这个protected的属性 可以自己来访问 也可以子类来访问 但这个地方 你如果是在外面访问 也不行 我们也试一下 小明点wait 就是我们外面 直接去访问 小明的wait 这个属性 你看之前的getwait 是从这里面 就是从此类里面 去访问的 对吧 然后我们如果从外面 直接访问小明的 这个wait的这个属性 我们看一下 我们拷贝这一行 我们先把之前的girlfriend 这个删掉 然后粘上 好大家看 这个wait下面 又出来波浪线了 放上之后呢 它还是提示你说 wait的这个权限 是说把货的 并且呢 只能在这个people 以及它的这个subclasses 就是它的子类里面 去访问 那我们就把这个删掉 然后剩下的这些呢 就编译正常 就说明它是正常的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封装